原1372年 中国传统的新年刚过 寒冰笼罩的燕山山脉 以致骑兵离开居庸关关城 开始了一次漫长而艰辛的远征 徐达 这位四十岁的将军 正是居庸关的最初缔造者 此时他却面临着人生中 最严峻的考验 四年前 中国农历正月初四 一个叫大明的王朝宣布诞生 朱元璋 这位胸怀大志的草莽英雄 在经历了十二年的浴血奋战之后 终于凭借武力与计谋 掌控了长江下游最繁华的城市 这位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贱的皇帝 希望强大的武力 能够开创恒久的统治 实施这一目标的重任 朱元璋将他交给了明朝最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军 徐达 明王朝建立那一年的夏天 徐达带领的明朝军队越过黄河 攻打元王朝的都城 来自南方的汉人军队兵临城下 元王朝的末代皇帝选择了惊人之巨 他放弃了帝国的都城 向着北方草原撤退 一百五十年前 这些蒙古人的祖先 军容整齐从草原上出发 开始了征服南方农耕世界的旅程 仅仅一个半世纪之后 他们不得不退回到祖先出发的地方 原大都 世界上最繁华的京城 在马可波罗笔下称为 设计的精巧和美观 简直非与言所能描述的城市 归属了新建立的明王朝 朱元璋把大都的名字改为北平 以祈求北方安宁平定 自从徐达和他的军队进驻北平 这位大将军开始奉命 在拱卫北平城的燕山山脉中 修建居庸关关城 根据历史记载 徐达当年修筑的石器官城横跨两山 周长超过四千米 城楼高达十四米 经过明王朝此后两百多年 不断修器增筑 居庸关才形成了 如今有五道防线构成的 完备官城防御体系 正是依托居庸关关城 将军许他指令了两年的时间 将蒙古的势力赶出长城沿线 自从十世纪初以来 中原的汉人政权第一次恢复了对长城沿线的统治 退居蒙古高原的元朝宗室 在今天的北京城正北的两百多千米处 继续使用其大元国号 依然拥有广阔江域和庞大骑兵的蒙古人 从此成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大的心事 这位来自长江流域的皇帝希望 他能够控制整个元王朝的疆域 包括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 公元1372年春天 徐达率领十五万大军分三路 向蒙古主力军队发起进攻 皇帝朱元璋希望 这次庞大的军事征服 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北部边疆问题 徐达带着皇帝的希望 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上搜寻蒙古骑兵 将军徐达似乎一如既往的战无不胜 明王朝的大军向着草原深处不断前进 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 朱元璋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欣喜 反而让人告诫前线的将军 要更加警惕和谨慎 不可轻敌 将军徐达被胜利的渴望 抹杀了冷静和判断 当徐达的军队进入今天蒙古库伦附近时 北人的伏兵突然出现 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假装失败 引诱敌人进入辽阔无际的赛外风楼 永无效果地行军消耗敌人 然后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打响战斗 这显然是游路不足最古老而经典的战术 长达五个多月的长途行军 寒冷干燥的气候 毫无音讯的后勤和援军 这一切让来自中原附地的将军徐达 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以步兵为主的明军 遭到北渊骑兵的危机 死伤一万多人 1372年的失败 使得朱元璋的雄心受到了打击 冷静下来的明朝君臣终于意识到 消灭北渊政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这次失败之后的第二年 明王朝开始在王朝北部 修建关隘和卫索 公元1373年 河西走廊南北山系拱河最狭窄的地方 出现了一座周长七百三十多米 高六米以上的关城 这就是如今嘉狱关的前身 公元1374年 明王朝开始在今天的山西境内 修筑燕门新关 今天距离山西带县西北二十千米 一座气势恢弘的雄关 故立山谷之中 公元1381年 徐达开始在燕山山脉与渤海相连之处 修筑关城 这座依山傍海的关城被称为山海关 这一年 他带领一万五千一百名官兵 陆续在燕山山脉中 修建了三十二道关隘 如今依然遗迹尚存的这些明代著名关隘 无不出界于明朝开国将军徐达之手 于北原蒙古势力接壤的北部边疆 是维系明王朝命运的重要生命线 只有牢牢掌控这一地区 明王朝才能有效防御来自草原的威胁 西起嘉域关 东到大海的关爱防御体系 以及大将手边的军事策略 维系着明王朝初建时期 北部边疆的安危